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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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環遊世界玩數學 我是以薇 現在我們的飛機降落來到了荷蘭 荷蘭有著名的錯視大師 就是愛學 說到錯視齁很多人就算 你不太喜歡數學或你跟數學沒有什麼關聯性 可是你一定也看過錯視 在各個電影啊小說 你就會看到錯視的蹤影 錯視顧名思義就是說 這東西明明不可能存在 可是你眼睛卻親眼看到它的出現 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的錯視就是怎麼樣畫出來的 怎麼樣製作出來的呢 有些時候是藝術家的直覺天賦 發揮把它做出來的 但有更多的時候呢 可能是透過了數學的巧妙設計 而把它製作出來的 以我們剛剛講到的錯視大師愛學來說 那第一次的展覽呢 發布在數學家大會裡面 而當時啊 還有一個年輕的研究生 叫做潘洛斯 來參觀的展覽 我覺得太厲害了 愛學是用畫的 把數學給畫出來 他把它的一個很有名的 潘洛斯把它的很有名的作品 叫做潘洛斯三角形 我們這邊有畫出一個呈現的作品 給大家看 潘洛斯三角形送給了愛學 告訴他有這樣子的作品 然後他們兩個開始激盪 而潘洛斯呢 後來則是前年的 2020年的 諾貝爾物理學長得主 所以看到喔 藝術家跟數學家兩個人 共同創作 天才跟天才之間的互相激盪 就產生了措施這樣子美麗的作品 在這邊呢 我們展示了潘洛斯的三角形 它看起來是個很奇怪的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是如果先轉轉轉轉轉 轉到某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見一個不可能出現的三角形 憑空出現在這個空間裡面 又或者這一個 是山元厚吉教授的一個作品 它是一個樓梯 可是你從鏡子裡面看到的 跟在真實看到的樓梯 上下方向好像又不太一樣 其實這也是經過數學巧妙設計的 網路上還有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錯失的作品 愛學也有非常非常多 其他錯失的畫作 有興趣的人都會再去看看